接著這一篇是要來介紹一下海水淡化的文章 第一段落是來講缺水的情境介紹 像在非洲水就很少 我們來看第一段的一個內容 一樣,我們看到句子就要找主詞跟動詞 主詞在這邊 Modern是超過70%的地球上的70%以上 主詞是70%的 什麼的70%?後面一個偏移 就是這個% of the earth 地球的70% Modern是超過 超過70%就是地球的70%以上 動詞在這邊 意思就是水 這就是我們的主題句大方向出來了 那可見的水在地球上有很多的 Yet但是 就是相反的 可是Yet in many places 地方便宜 在很多的地方 句子出來 主詞 people 動詞 have 人們有very little water 有很少的水 那這個就是受詞 很簡單 可是在很多地方 可是在很多地方呢 人們有很少的水可以用 講完了 哪些地方呢? 總要講清楚嘛 後面就會舉例說明 比如說 in Africa 在非洲這個地方 這是地方便宜 是指儲存 存起來的意思 儲存水 存在哪裡啊? 這是地方 under the ground 存在地下 under the ground ground是地面 under是下面 就是地的下面 就是地下 這是來說明前面的動詞 把這個水呢 儲存在地下 那就怪怪的啦 非洲 有些人把水儲存在地下 那水要怎麼存在地下啊? 一定是很懷疑嘛 後面一定就會講清楚 不會讓你誤會的 對 對就是指這些人 那這些人如何? 這些人 store it it是指代替前面的水 把水儲存在哪裡? 嘿這是地方 儲存水在這個地方 in the shell shell是外殼 of ostrich egg ostrich是鴕鳥 eg是蛋 鴕鳥蛋的殼裡面 鴕鳥蛋是很大顆喔 那麼 它的殼很大顆 裡面就可以儲存水 對不對? 然後封起來 這個 一顆一顆的鴕鳥蛋 就埋在地的下面 嘿 所以 這個非洲人 就把這個水 透過 這個 鴕鳥的殼 那個容器 裝水之後 把它儲存在地下 這個蠻聰明的 好 鴕鳥的殼也是蠻硬的 in other places 在其他的地方 people walk miles 這個是講非洲喔 非洲有些人是利用鴕鳥的殼來存水 然後呢 放在這個地下 這樣子儲存水 可是非洲還有很多地方嘛 所以這邊還是講非洲喔 在這個 其他的地方 那麼有些非洲人在 walk miles 要走好幾英里遠的路 Walk miles 走好幾英里遠的路呢 to 來怎樣 fuel jars with water 才能夠 把他們的那個湖 那個 裝水的那個湖的 有些是用動物的皮 好 那個是皮囊 裡面可以裝水 可以存起來 好 fuel 什麼容器 with 東西 就是用什麼東西 來裝進這個容器裡面 也就是這個用水來裝到他們的湖子 罐子裡面 這個要走好幾英里 好吧 這個就是缺水的情境介紹非洲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來看補充說明 充滿有兩個含義 有兩個寫法 第一個是before of 第二個是before with 這個是充滿 現在我們看例子 the train was full of passengers 這個這一列火車充滿了passenger 這個是乘客 那也可以用什麼 what the fuel is 擠滿了乘客 passenger是乘客 但是我們一般講說 這個擁擠很擁擠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寫法 用be clouded with 所以我們還可以用這樣子的寫法 the train was clouded with 這個是比較常見到的一個片語 the train was clouded with passengers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比較好 那這兩個是可以通用的 第二個是 feel容器 with東西 就是用什麼東西來裝滿這個容器 這是片語 我們來看 舉例 在晚餐之後 在晚餐之後 people 人們 fill doggy bag doggy是狗 狗吃的那個袋子 那個 其實就是 我們 我們講的 那個 是嗎 吃完飯之後 如果還有剩菜 剩飯 對不對 就 找個塑膠袋 找個紙袋 就把剩下的食物帶回去 但是在美國 那這種 這種袋子 他們就稱之為 doggy bag 因為 其實帶回去 是給狗吃的嗎 不是 還是人吃 但是不好意思 對不對 好 不好意思 所以講說 我這個剩菜剩飯 要帶回去 給我的狗吃的 所以叫 doggy bag 事實上 還是人吃 好吧 這個就是 fill doggy bag with food let on the table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led的並不是動詞 不是 動詞在這邊 已經有動詞了 那後面這個就不是動詞 這個是過去分詞 表示被動 這個食物 是來修飾前面的食物 這些食物是怎樣 led 被留在桌上 剩餘留在桌上的食物 這是過去分詞 表示被動 好 用這些 這個 留在桌上的那些 剩下的食物呢 來裝進 doggy bag 裝進這個 袋子裡面 好 這個就是 海水淡化第一段的 內容介紹